白里豪来看到台北市长选战 蓝绿白参选人宠物政策在交锋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前一天在宠物公会晚宴上 呼吁领养代替购买 就让创会理事长气得大骂 我们靠着吃饭是要大家饿死吗 也遭对手质疑 没有看场合发言 宠物我们还希望就是能够任养代替采购 特地打上狗狗领带 陈时中抛宠物政策再提领养代替购买 但前一天宠物公会晚宴 却因为这句话引爆业者怒火 没看场合发言又让对手抓到机会 隔天记者会陈时中赶紧改个说法 那当然一定有需要购买的时候 那就一定要跟合法厂商来购买 就是要忠养不弃养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基本的价值 不会因为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变更 上一波生意还没完 陈时中赴康湖隧道勘灾 内湖分局长全程陪同 蓝营议员游淑慧就批评 跟蒋湾到场时 待遇差很大 明显独厚陈时中 分局长跳出来喊冤 台风天临与执勤 无奈受选举牵连 有这样的批评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了 跟局长并不是刻意到那边去陪我 他是职责所在 那我是刚好在那时间 然后跟他请教现场的情况 所以用这样子的影射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警员来讲 他们应该是以市民的权益 为最优先的考量 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来陪同 选举一道参选人把勘灾当角立场 连远景执行勤务都能拿来做文章 记者继续报道